Opro要擴充其實限制非常的多 那麼你要擴充的好呢其實也並不難 就是加個鐵籠可以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巨多 無敵多 毛起來多 那怎麼一個多法呢 這個鎖上去 鎖上去之後呢 我這個上面我習慣放燈 這個燈呢 可以拆了是不是 不亮 在餐廳的時候用下去 基本上背景就黑了 那GoPro不補燈呢 會刷漏漏 好 這裡先把燈先做好 燈做好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麥克風 這是零食的 那麥克風有幾個原則啦 基本上你的麥克風不能太過大支 這樣就穿幫了 那麼我會建議補在這邊 麥克風補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離它更遠的地方 那這是一個方法 那再來 正常可以進去 它有一個房子 它掉落的這個雜片 GoPro進去 好 那麼這個雜片蓋上去 你如果不用這個雜片的時候 就是這個東西拿來 這個 這從這裡進去 它這有一個固定GoPro的地方 就可以夾緊了 就可以夾得很緊 你的GoPro就可以夾得很緊了 好 這是一個用法 那這個孔呢 我會建議先不要用 這個孔我們拿來做麥克風好了 這個 因為你有這個 雜片 那我們這裡來做 用這個東西來做什麼 做麥克風 那麼你可以上下都可以隨便拿 好 那我麥克風就這樣掛上去 好 麥克風 再來 補光燈 GoPro 那麼這GoPro呢 它還有 保護鏡 那麼 這個是鏡頭蓋 這個是保護鏡 用不用隨便你 這裡還可以加ND鏡 加CPL 鏡 偏光鏡 那麼我還可以再加一個 那個定焦鏡頭 拍閃景用的 等於說你GoPro要玩到最後 就像一個就是說 小單眼的概念 可以做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麼以上呢 這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一個擴充方案 如果還要再擴下去呢 譬如說 這個叫做 聲音卡 聲音的部分 聲音的部分呢 從這裡一接 那麼暫時是 使用垂下來的方式 垂下來的方式 好 那麼如果要固定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 可以在這個地方再做多熱靴 一轉成 一個熱靴 兩個熱靴 三個熱靴 可以再轉 可以再擴 那當然這是重度使用者在使用的 如果說你的情況 正頭沒有那麼嚴重呢 那實際上 兩個熱靴 通常就是燈光 這個收音 就已經解決了 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GoPro呢 既然是走輕便主義路線 這個時候呢 我們手持也是變得異常的重要 這裡有個孔 拉線出來 直接給GoPro充電 這是一個 握把式的充電行動電源 那麼火光燈 有了 收音有了 充電也解決了 再來就加上了這個 收音的這個接收 打不打 好 那就完成了整個作業 這下面還可以再加一個雞爪 讓它能夠做雞爪的一個放置 或者呢是扣在身上使用 好 這個雞爪給它扣進去 這扣進去之後有一點點笨 就跟大家講為什麼 沒有角度 角度就是平的 沒有關係 都把你考慮到了 以上呢 這麼多特殊裝備 你覺得如果還不夠要弄個小空拍 中間再做一個延伸棒棒接在中間 讓它可以高低拍 或者是貼地拍 貼地拍一定要用這個 這樣貼在地上的時候呢 畫面會有一種就是說 小仰角的感覺 那麼在走的時候 記得這樣叼著 叼著 那麼你在走的畫面 就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非常的能聞 好 那你如果說 你不希望用四分之一孔 你可以用這種傳統的 GoPro耳朵 耳朵扣 把它裝下去 它這個小耳朵裝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用所有 GoPro傳統的扣具來使用它 這個部分呢 用十字起子轉頸 轉頸之後呢 好 記得喔 補一個螺絲上去 這個叫做什麼呢 避免它就是說滑脫 整個狗龍 這個稱之為狗龍 狗龍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一個設置 訊號孔可以 控制孔可以 然後電源孔可以 那麼該有的都有 唯一的缺點就是要換電池 那換電池你可以用訊號 這個USB的Type-C 進行供電 這樣就可以解決長時間使用的問題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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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